廚房等船突翻尋 陳家佩成功爭取,不浮在水? 政府麻煩扔多一點錢,好嗎? 我們沒有錢的了 那沒辦法了 要炭的,但要炭 嘩,停了 真的沒辦法了 因疫情而停業兩年 累積虧損超過一億的珍寶海鮮坊 海市牌照6月到期 加上第五波疫情的衝擊 世上絕無緊要的海上餐廳即將駛來香港 但星期二深夜,海鮮坊的廚房等船突然翻尋 不少人都感慨 這個差不多70年歷史的珍寶王國 最終告別香港 翻尋,可能是隻船都不捨得走啊 林鄭2020年就曾經推出 躍動港島南的計劃 推動海洋公園和NGO 將海鮮坊重新活化 但營運成本 限定幾百萬 沒有公司香港仔陰食集團 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機構 無償捐贈 就連林鄭禮拜二都說 所以我們亦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亦都不打算由政府斥資去投資營運 因為畢竟政府不是擅長營運這些場所的機關 這個拍過這麼多著名港產片和MV 的香港地標遊客勝地就敢無了 政府將保育的空投資票未開始已經結束 難怪前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健熙怒爆直戚 政府怡氣啊 不如學一下陳家沛在千禧年代受訪的時候 建議不浮在水營運吧